空心菜蔥及玉米等食令蔬菜 地主无常提供近66瓶的空地 供社区打造成热火有机菜园 化分20个区块 给有兴趣的民众栽种蔬菜 在此交流分享 找回农业社会虚寒温暖的人情味 自己吃 然后有多余的会提供给社区长辈集中用餐用 社区的热火有机菜园开辟好之后 让社区的居民 平时就是周末 大家有上班的居民 他们周末就会出来 那无形中就社区里面的居民 大家更有共识 然后更有机会团结在一起这样子 食安意识抬头 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五毒蔬菜 一天天成长 心里有着无限期待及成就感 很多社区长辈都有丰富的种菜经验 互动回馈热烈 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有大家看到炒的时候就会有万一万一万一 目前在种的时候就成绩还不错啦 大家来这里种 大家也联络感情 大家互相切磋 在一起压一次 它补过压一次 看到菜在大 在外 在长大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没有放药油 用油脂的肥料 我们没有用化学肥料 议员表示 老老稍稍共同栽种与为糊弄作物 不只有相凝聚社区相亲力 并提供部分蔬果 周围社区老人共产的食材 相当寓教于乐 大家一起回汗的成果 也将会是未来社区菜园 永续发展的开始 给设计的人 可以认识说 所有的蔬菜要如何材账 这个过程当中 季节性的蔬菜是谁 包括让孩子 这种的亲自教育 都可以去体验 说这个菜园的乐趣 看这个菜的行动 每一天一直在担 那也很猪磨 可以说是一个 很好的生活教育 也可以提供给社区 这个弱势团体 我们的关怀聚点的用餐 和个人的可以带回去出去 大家分享 社区乐活有机菜园 开放让居民任养 有的人种植单一作物 有的人则是多样化种植 收成后居民会互通有无 交流种菜心得 并分享自家的菜 社区互动变得很热络 免疫新闻侯一伦 普里采访报导